中国的美典 中国的美典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成功的美典 背后都有 就是它文明的传统理念 和它文明的现代性 但是要把中华文明讲成是现代文明 很多西方国家不接受 那么我跟它正好相反 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 而它都没有中断古老文明 实质与众不同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上海的文化它确实是中西河壁 然后形成自己的一种叫 现代文明的这个案例之一 这个说法在上海体现比较明确 就是叫青兄弟明算照 这青兄弟是个传统文 它有它的非常高的价值 明算照是西方文 但是你把这两个集合起来 就是它实际上是对于 光是青兄弟文化是一个超越 对光是明算照的文化也是一个超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种 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性 我们要选拔加选举 就选拔源于中国自己的传途 源于科举 源于查举 选举源于西方 这两个集合起来它既超过光选拔 也超过光选举 所以实际上一个大的文明 能够成长起来一定是互相互 互学互建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是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 不中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学习渐渐达量别人的东西 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去找不断 所以我想这个精神 本身也是非常中国人 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论坛 推荐给这个世界